第九百四十六集 居群蒙训对西秦的做法仍深怀疑虑 就派辉武将军居群齐真在门天岭设下埋伏 秦获王阀及其三百骑兵回国 不久又派尚书郎王叔护送王阀返回了西秦 并送给齐福木墨战马一千匹以及其他锦断绵锣 秋季七月齐福木墨派遣济世郎中马爱前往北梁回法 北魏国主拓拔涛回宫 八月拓拔涛又前往广宁观赏温泉 柔然韩国海生盖克汗与九驴大潭派他的儿子率领一万多骑兵进犯北魏的边境 拓拔涛从广宁返回首都平城率军追击柔然韩国的军队 没有追上 九月拓拔涛回宫 冬季十月初时 拓拔涛到北方巡视 十八日到牛川狩猎 西秦梁州墨祈福千年 酗酒暴虐不理公务 西秦王祈福木墨派遣使臣责备他 祈福千年大为恐惧 投奔北梁 祈福木墨任命他的叔父 光禄大父祈福卧陵为梁州墨镇守黄河 留宋徐州刺史 王仲德派遣步骑兵两千人进攻北魏所属的济阳陈流 北魏国主拓拔涛回宫 北魏定州丁陵部落酋长仙宇台阳等 率两千余家背叛了北魏进入西山 地方州郡都无力讨伐他们 润月 拓拔涛命郑南将军叔孙健前往讨伐 十一月初一出现日食 北魏国主拓拔涛前往西河举行围猎 十二月二十一日回宫 北梁和西王居区蒙训再次讨伐西秦 北梁军开道盘移 遇到西秦相国骑服原机率领骑兵一万五千人阻击 居区蒙训率军回宫西平 西秦征古将军初连辅政等率领骑兵两千人赶赴救援 刘宋秘书健谢灵运 自以为他的才能名望和辈分都足以有资格参与朝政 可是刘宋文帝只看重他的文采 只是常常让他参加宴会 跟他谈论和欣赏诗文而已 王谈首王华阴景人的名望和地位 一向居于谢灵运之下 他们都得到了重用 并被委以国家机要大事 谢灵运因此愤愤不平 经常声称有病 不参加朝会 有时出城 游玩旅行 走出两百里 迟余日也不回来 既不上书奏报 也从不请假 刘宋文帝不愿伤害大臣的面子 婉转地让他自己辞职 谢灵运于是上书 声称自己有病 刘一龙批准他休假 让他返回会计养病 谢灵运回会计后 仍然游乐欢宴 被法司纠举 于是被免除了官职 这一年 狮子国王查理摩科 以及天竺家皮黎王爱月 都派遣使臣前往刘宋进宫 他们奏章上的词句 都类似佛经上的语言 北魏镇院将军 平书侯烟凤去世 六年 以四 公元429年 春节正月 刘宋扬州刺事王洪 上书要求辞去扬州刺事 和陆尚书士等职 并请求皇上把这两项要职 委任给彭承王刘义康 刘宋文帝下达一份褒奖诏书 但没有批准 20日 下诏任命刘义康为市中 都督 杨 南徐 衍 三州驻军市 司徒 陆尚书市 领 南徐州刺市 王洪和刘义康二人的官署 都设置属官位 二人共同辅佐朝廷政务 王洪体弱多病 况且又早下决心远离全市 因此每件事都推给刘义康处理 刘义康于是一个人总管内外事务 刘宋文帝又任命府军将军江夏王刘义康 为都督 京 湘等八州驻军市 兼任荆州刺市 任命市中刘占伟 南蛮校尉 代理府州政务 刘宋文帝写信给刘义康 告诫他说 天下实事十分艰难 家世国事关系重大 虽说是继承并保住现有的基业 实际上也还是相当不容易的 国家的兴隆或者衰落 安定或者威富都在于我们的努力 怎么可以不感到王爷艰难 而寻求治国之道 从而对自己肩负重担 而惶恐不安呢 你的心情急躁偏激 心里想着什么 就要不顾一切地达到目的 有时你的心里并没有某些愿望 一受外界引诱 你就立刻产生欲望 这是最容易招致祸端的 应该时刻提醒自己 极力克制 魏卿对待士大夫 礼貌千功 对小人也有恩惠 西门豹性情刚烈急躁 常常佩戴围草 董安瑜性情宽容 做事缓慢 常常佩戴公衔 都是为了警告自己 矫正自己的性情 他们的美名 一起得到了后世的传颂 关于张飞则不然 而人的性格都任性偏激 缺点相同 你待己处事 要深刻体会古人的行为 作为借鉴 倘若有一天朝中发生不测 我的儿子年纪还小 身为司徒的刘毅康 必然要负起周公的责任 你也不可不尽到 恭敬府闭的道义 到那个时候 国家的安危存亡 就全取决于你们二人了 你每月的私人开支 不能超过三十万 倘若还能比这节省 那就更好 荆州的辐射 我略为熟悉了解 估计还不用重新改造 去追求新意 至于训案断誉 大多要当时裁决 很难事先做周到的考虑 当然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在审讯的时候 要虚心听取各方面的陈述 千万谨慎处置 不要把自己的喜怒 强加于人 平时做事能责善而从 自己就会获得好的声誉 且不可一意孤行 来炫耀自己的独断和英明 名分一定要谨慎珍惜 不可以随便赏给他人 对亲近的人封刺爵位 则更应再三考虑定夺 我对于身边的人 虽然很少有特别的赏赐 但如果听说外面有人议论我 我也不认为他们说的不对 平权是欺凌别人 别人自然不服 用威望捅下别人 别人便不会满意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声色犬马 嬉戏游乐都不能过分 饮酒赌博 捕鱼狩猎 这一切都不应该做 日常用品 衣服饮食 都应有节制 至于新奇的服饰和器物 不应鼓励之作 你还应该多多接见府中的官员 照见的次数少 就会彼此不亲近 不亲近你就没有办法知道官员们的思想感情 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 因此也就无法知道民间的具体情况 下国的九泉公赫连郡 从平梁出逃 投奔北魏 丁灵部落囚长贤宇台阳等人 请求再次归顺北魏 北魏国主拓跋涛赦 赦免了他们的罪过 西秦政路将军初连辅政等 率领援军还没有赶到西平 北梁王拘去蒙训 已经攻陷了西平城 活捉了西平太守城 二月 西秦王祈福木墨 立妃梁氏为王后 封王子祈福万载为太子 三月二十五日 刘宋文帝立皇子刘绍为太子 二十六日 下令大赦 二十九日 刘宋文帝任命左卫将军 殷井人为中领军 文帝因为生母张太后 胡氏早死 侍奉外祖母苏氏 十分恭敬 苏氏去世之后 文帝到灵前痛哭 并打算追封爵位 命文武官员们讨论 殷井人认为 自古没有封外祖母爵位的先例 文帝这才作罢 当初西秦尚书 隆西人心进 跟随文昭王祈福赤盘 在灵霄观游览 用弹弓鸡飞鸟 不想竟误中秦王 祈福木墨的母亲 损伤了他的容颜 等到祈福木墨即位 问及他母亲 面部受伤的原因 他母亲 把当时的情况 据实地告诉了他 祈福木墨大发雷霆 斩杀了新晋 及其五族内的亲属 二十七人 夏季四月初二 刘宋文帝任命 尚书左仆叶王靖宏 为尚书令 林川王刘义庆为左仆叶 吏部尚书 几阳人江仪为右 谱业 当初 北魏道武帝拓拔 命令尚书邓渊 撰写国际十余卷 书没有写成就停止了 于是 拓拔涛改命崔浩 和中书侍郎邓颖等人 继续编撰 称国书 共三十卷 邓颖是邓渊的儿子 北魏国主拓拔涛 将进攻柔然韩国 在平城的南郊 举行阅兵大典 先行祭拜天神 然后下令排列战阵 朝廷内外的文武群臣 都不愿意打这一仗 连拓拔涛的乳娘宝太后 都坚决劝阻 只有太常崔浩 极力赞成